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法形容的威严 永远不朽的光辉 神性无限的大能 众天使的护卫 向普世众人显现 圣经吩咐我们等候我们的救赎主降临 在那日他将绵羊和山羊选民和非选民分别出来 无论活人或死人都不能逃脱他的审判 号角声将从地的四级吹响 召集所有人到他审判台前 包括当时活着的人和已经离世的人 使徒信经在升天之后接着说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是要使一般人们都能明白以上所说的 这也与圣经所说的一致 按着命定人人都有意思 因在最后的审判时 当时还活着的人不会以自然方式死亡 但因他们所将遭受的与死相仿 被称为死也无不当 的确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必死的生命在一刹时被吞噬消灭 且立刻被改变为另一种性质 没有人会否认这肉身的消灭就是死亡 然而神仍召唤活人和死人到审判台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基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基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 这正是彼得的讲道所说的 也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庄严吩咐